在古代,公主作为皇帝的女儿自然是锦衣玉石,尊贵无比,但是地位尊贵的公主的命运也是非常悲惨的,因为公主经常会被皇帝用来成为国家间政治联姻的工具。 所以历史上很多公主在成年之后就不得不远嫁他乡,而且终身不能够再回来,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件非常奇葩的和亲事件,在古代,有个公主在出去和亲的时候,走到半路上竟然怀孕了,所以他们干脆就在公主产子地方定居,后来这地方成为了一个国家。 这是什么国家呢?这个后来被建立的国家是切盘陀国,六名大使国,在《大唐西遇记》中,曾记载过这个国家的历史,当时在中国的某个朝代,有一位波斯国的使者想要和中国建立邦交,所以前来朝拜中国的皇帝,带来了很多奇珍异宝,并且想要和亲。 当时皇帝看到波斯国如此有诚意,就答应了选择一个公主远嫁波斯,但是波斯国和中原路途非常的遥远,再加上古代的交通非常不发达,所以公主的这支和亲的队伍,要走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波斯。 而且因为路途遥远,所以是在途中很容易发生意外。 就在他们这支和亲的队伍到了西域的时候,当第一位发生了战乱,所以和亲队伍的行程只能被耽搁。 他们只好将公主保护起来,直到战乱停止之后,才重新出发。 但是这是公主的贴身宫。 欲告诉波斯的使节一个消息,就是公主怀孕了。 当时使节听到公主怀孕的消息之后,感觉犹如天打雷劈。 因为自己作为求亲使者,千辛万苦因迎来了唐朝的公主。 但是公主却在还没到达,波斯的时候就怀有身孕。 那么自己回去的话肯定,无法向波斯国王交代,会被杀头谢罪。 当时波斯的使者非常的担忧,所以就找公主前去确认此事。 两人也深知自己的处境,他们此时不能回波斯,也不能去中原,因为无论去哪都是一个死。 当时他和公主商量,制定了一个计策。 他们对外宣扬公主在被战争所困的时候,将常有一个骑着金马的英俊将军。 前来和公主相会,公主就这样怀了身孕。 这位英俊的将军就是太阳神,而公主和太阳神的孩子乃是天选之子。 而且太阳神只是要在此建国。 当时这支和亲的队伍非常的庞大,有很多的侍卫公主,所以他们一行人就定居在此。 后来宫女和侍卫结合,繁衍后代,他们成为了这里的原住民。 后来公主生下的孩子,也成为了这个地方的国王。 随着他们人口的不断增加,这个国家也在不断的壮大,逐渐的繁盛起来。 因为在开始的时候,是很多汉人和波斯人结合生下来的混血儿。 所以这些人们同时拥有着东西方人的特征,就流传出汉日天种的传说。 说此地的子民的体内有一半汉人的血液,一般太阳神的血液,当然因为没有史书记载。 所以这个国家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建国的,人们已经无法确认。 但是在北魏的时候,有一个叫苏明的人路过此地。 这个国家已经有13位君主了。 这个国家的位置就在新疆的境内,现在依然属于中国的领土。 所以有时候事情非常的巧妙,本来是一场和亲的政治联姻。 但是最终因为公主的怀孕而中途夭折,他们无奈之下在此定居,反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。